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又來了韓國的大學 沒錯 這個大學tour是想著長久做下去的 但如果有興趣向我介紹各位的大學的話 歡迎聯絡我 今天來到的就是這個外國語大學 每一次的大學tour都會邀請那個學校的學生 做一個嘉賓介紹學校 今天我邀請到就是一個我的follower Hi 她是Luka 然後她在讀語學堂 5級 今天就拜託你 Go 大家看不看到鏡頭有點濕 因為雨晨又出動了 沒有一段落雨 然後我剛才說不如我們先跑室外 然後Luka說沒有什麼室外 她說這個球場 然後這邊這個草地是不是 露營場 然後就沒有了是不是 對 最主要的就是這一棟 幫我們過去看看 我想說這些越來越大 有沒有搞錯 沒有想到沒有一段落雨 真的是春天 有自修室這麼好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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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發現很多課室都是喜歡這樣圈 然後老師就在這個位 一班只有十六十五個 因為我以前大概都會有超過二十個人 然後課室是大了一倍 這樣其實感覺上有點迫 感覺上 很小班教學的感覺 好 我們參觀完這一邊的椅子 好 要關燈了 好我們看看天空花園 這個天台 好漂亮喔 這個天台 好想用來拍照 好像住宅的學校天台 真的不錯 如果沒有下雨真的會不錯 好可惜 為什麼今天 偏偏是今天下雨 啊 這裡可以看到所有科學室 真的什麼都有啊 這個語言 是不是全世界的語言都會有呢 對 為什麼會有孔子學院 什麼意思啊 外大就是直接叫孔子學院 自己開的名字 那其他語言有沒有 我就不知道 就是只有中文相關的就是孔子學院 好可愛 為什麼走出來也有一個室外 下雨的話 那裡就會放在桌子 但我覺得這裡挺漂亮的 那間就是在修正的圖書館 那如果在修正的話 是不是不能進去啊 就是現在暫時沒有了圖書館 現在就在前面有 那些人會在野餐啊 那些草很酷啊 是不是冬天才這麼酷啊 可以嗎 春天是不是會錄一點 對 這裡就是打卡位了 嗨 是不是在那裡拍照 那些人都會在那裡 我們也在那裡拍照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純粹是一個 冷氣機還是什麼 它的聲音好像是冷氣機 下面好像是 東阿里 大學的東阿里 好高啊 這裡 有點像台灣 不然這個感覺 這裡就是社團 是不是全部的東阿里都會在 又不是 都只有一些 但它會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東阿里 看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它是玩的 這個東阿里 很乖的學生們 怎麼這麼多字 有這個國際學生會 國際學生會 有一個社團 然後這個就是 大廢 一個 一個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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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一個很鏟出外國 我有一個認識的語學堂 就是在這裡認識的外國 所以是語學堂的學生 無論是大學生 或者是語學堂學生 都可以參加這些社團 或者是幾批 幾批一手 哎呀 好青春浪漫啊 这一层应该是一些乐器的社团 因为听到 譬如你看到这些很多乐器 然后听到一些人坦bass的声音 讲到我队 是学中文的韩国人 中文部的学生 他们就是一个专科的乐器团体 像band 它每次夏季和冬季都会有公然 在学校里面的? 在外面 在外面 但是在学校也是在外面练习 然后叫人一起 外带是学中文特别好的 最好是中文 第二是日文第三个英语 对这三个语言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一下外带 这栏东西是没有电梯的 所以又要走回这条楼梯 我觉得韩国生活也挺好 因为很健康 所以经常要走这些楼梯 这栏就是我们刚才进去的那栏 旁边就是这个法学院 旁边就是学生会馆 我们的餐厅是不是 No 不是不是 但我想知道外大的学生宿舍 有什么条件可以住 一般这里的宿舍 就是教会学生 或者是在这里读书的人 大一和是教会学生 就是优先的 现在在外面上 正根令我很多 那就是新的宿舍了 但我现在还在正根 但是这样看来明白 真的很少 因为这栏东西也不能说太大 大家有兴趣在这里买这些外套 6万5万 4万5万 还有纸袋 这些布袋 不是 我都不是特别了 嗯 很普通 算贵的 我觉得它够钱 这个位置不可以浪费 学校有多少个情侣 每个月都可以在情人节 当然不要浪费 自修室 要有学生正式可以进去 那你可不可以进去 希望你今年9月可以用到 这个学生会馆的隔壁 也是大学生会用到的地方 但刚才luka说是杂不能 里面是什么课都有的 欢迎学生入学 耶 然后逛逛会有这栋建筑物 然后luka说是奥巴马河 因为他说是奥巴马河 之前来过这里 走过 所以就纪念他 以他的名字 明明 很多国旗啊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世界和平 大家要相信相爱 其实其他学校都有 也有的 但不会有那么大 那个国旗 其他学校也看到一个小小 可能一幅墙 然后小小 那个国旗 奥巴马河的隔壁呢 就是这个 转房 刚才我坐的隔壁很大 但是因为它有镜 就是大家看到这么多镜 然后隔壁有少少的健身器材 然后是要报名才可以进去的 不是说想进去就进去 刚刚我们又再讨论这个宿世的问题 然后Loga说这里一个学期大概是60万 如果是60万的话就很便宜 但是因为宿舍 其实不要期望的环境会非常好 而且他刚才说宿舍是不给烤烤的 在这里的宿舍是不给烤烤的 平日呢12点回去 周末呢1点 门那么漂亮 就是 其他人的房子不可以进去 蛤 就是不可以去你的房子玩的 对啊 被人抓到会扣睡 真的 没了住宿舍的意义 就是住宿舍就是要去你玩 去我那里玩 然后 姐妹一起睡 所以他们一般都是 一起去外面玩 然后玩都没那么 回来 对 然后走到这边呢 就是 乳学堂的地方 那这边呢 就专是 乳学堂的课室 这边就会很漂亮 这边 有响 有响 如果吃黑色的话 就是学校食堂呢 我们呢 已经有个page 在这个page呢 就可以知道今天有什么吃 今天有什么吃 今天有什么吃啊 今天早餐呢 就是空冬菇包 今天晚上会是这个 泡菜炒猪肉的盖饭 或者是水龙汤 或者是意粉 一个星期已经有了 update定 挺好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看到对的菜式 然后就去吃了 我们的学生食堂 除了刚才我们看的那几个 然后它也有不同的食物 嗯 算了 我们的午餐就在这边搞定了 最贵$2500 然后你看$2000 还有$1500 虽然现在呢 在PUNJOY卖光了 但是 因为它时间呢 是去到7点 所以待一会呢 它就会 再有了 好吧 我们先买泡菜 既然你说好吃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只差了一份 哈哈 以前不太便宜了 那我来外大的最大最大最大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在我 算是刚刚来韩国之前 然后我就不小心得知了 内大学生食堂呢 是很出名的 是基本上每个人都说 这里的食堂很好吃 那所以呢 其实我是从几年前就开始 期待 学生食堂的食堂 直至现在我才有机会 所以今天卖了几份食堂 但是非常可惜 因为现在的时间呢 是这个接近三点了 其中两款我觉得 应该会更加好吃的 买完 大家都是大赞独赞的 应该是什么食堂都好吃 所以现在就来尝试吧 他说它是每天早上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必买的 煎乳 它这个是非常普通一般的馅 但是呢 其实我个人是最喜欢吃一般的馅 在香港吃不到这些味道 在外面买不到1000瓶的煎乳 在这里之前500瓶 全交的 最后叫了这个意粉 买上不错的 而且还有蘑菇 然后很大份 它是1500瓶的 然后还有雪龙汤 雪龙汤 闻下去的味道是很香的 不知道吃它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它是1500瓶的味道 一分钱一分货 为什么人们会吹捧到那么好吃 因为便宜 真的 性价比来说是OK的 外国有点很出名的 牛肌尘肉粿 牛肉饼 是很香的 那些人真的很好吃 应该说好吃的就是那几个 我会觉得像便利店丁的那种 肉酱意粉 这个 水龙汤 在买之前已经有人警告说 会可能像水 真的像水 多了一点牛味的水 但是我发觉它旁边没有盐 它是只有胡椒粉的 因为正常吃水龙汤 吃水龙汤的时候旁边会有盐 但它是没有的 只健康的 只要我说吃这个一定不会肥 这个汤真的没有味道 是需要放这些拌菜 但是 这个拌菜好吃 你知不知道吃这些不辣的汤的时候 不是吃它这个东西 是吃它的拌菜 不过我觉得 今次应该是我们因为太压力的关系 所以全部都只剩一些不好吃的 大家吹捧到很好吃的 应该是真的存在的 所以大家可以早一点 吃饭的时候 过来 就一定会有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 因为 这个拌菜我一眼看 就是胃真的不大 而且座位与座位之间 也不算距离很阔 所以大家可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吃吃这个 这个雪龙汤其实是ok的 是第一次吃的时候 它的味道是太充激 但是吃下去 它本身食材的味道是有出来的 所以 2005 是这样的了 很ok的 我觉得 好了 现在就想问Lupa有几个问题 就是 你在香港读完书 为什么你会想过来韩国呢 我想做翻译的 是将专门设读中文 韩文翻译 然后我回到香港 是大学的每一部科 是专门设读中文翻译的 既然都是这样的 不如直接读 读吧 但是为什么你会选外大呢 找了极多学校 然后才发现外大才是唯一一个 是有专门学韩文这个专心 甚至是韩文翻译的这个专业 是叫kfl 外大这几排才是争取的 对韩文翻译 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如果想了读专一点的话 你来韩国的选择可以是内大 因为 而且刚刚Luca也说过 其实是内大 但是外国人是比较容易入的 相比你们的大学 外国大学真的容易入 我们的大学 特别是外国大学 Luca的计划 就是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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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今年就会 探接大学 探接会更容易 特别是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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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那你讀了外大半年 你覺得這裡有什麼好 外大的學生 韓國學生 接受外國人的程度比較高 會很歡迎跟外國人做朋友 一定會親一起玩 也可以認識其他地方的學生 這裡有很多外國人 我今天算是第一次進來外大 我看到的外國人和韓國人比例 我覺得幾乎是一般一般的 如果在大讀大學會很特別 我覺得這個感覺 又可以認識韓國人 又可以認識我個人的感覺 現在我們吃完午餐 我們走完這個外大了 其實我沒有想像過任何東西 但外大真的很小 我之前去西江大 其實我也會覺得西江大很小 但外大比西江大更小 或者可能他們的面積差不多 但因為西江會有山 有斜坡 所以要走斜路會辛苦 但這裡基本上都是平地 我們超級休閒的 整個大學tour就完了 所以大家如果是 這麼巧 你可能住這邊 或者回機這邊玩的話 其實你可以 進來這麼多一個圈 你就知道外大是什麼樣子 你在一個站裡走過5分鐘 然後你就減少遲度的機會 結論是這樣 好吧 今天這個大學tour就到這裡 謝謝Luka 今天帶我走外大 然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告訴我 記得follow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向 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鐺 按鈴鐺 就不會發出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還要做什麼 幹嘛笑 因為我有rap 掰掰 別怕 掰掰 掰掰 請問一下 給我